而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看到了确实有收到了 所谓恐吓阿扁的这个信件 这是在哪里的呢 这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在今天传出来 收到一封要恐吓陈水扁的子弹信 这个信里面呢 我们独家来揭露 里面点名说 希望陈水扁不要参加游行 否则上一次没有瞄准 这一次会瞄准 看来是有警告的意味 那么事实上呢 民进党没有报案 反而把恐吓信拿给了蔡同荣 请他转交给警证署 一封来自台北县五谷 给蔡英文的信 引起民进党上下很紧张 因为不是鼓励信 而是一封恐吓信 这封信的收件者 是党主席蔡英文的名字 寄件地址来自台北县的五谷 打开来有一颗子弹 还一张信纸 上头写着说 听说陈水扁要参加1025大游行 请他不要去 否则上一次没瞄准 这一次会瞄准一点 还署名一位王先生 上一次指的是319妈 更让人好奇 这个子弹恐吓信 那么我们已经请蔡同荣委员 因为她今天预定是要拜访警证署 拜访署长 那么请她跟警证署反应 那么要加强维安的工作 怕留上指纹 只能透过信封摸摸子弹 只是真奇怪 收到子弹恐吓信 应该先报案 民进党却跳过了这个步骤 直接要党籍立委交给警证署 是假私了吗 你们有跟陈总统讲过这事了吗 有有 他怎么说 还没有得到反应 但是我们已经通知 通知远本 我刚刚有跟国安局长说 他是在扶植 被威胁恐吓的是陈水扁 是卸任援手 国安局立刻介入调查 但有状况的可不止恐吓性 原本已经排定要上台讲话的 谢长平不去了 反应中教育这条路 也临时少了带队官 号称会超越830的 翘马大游行 登场前夕 看似变数连连 专闯网民主理律总林雨桥 台北采访报道